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估计的概念 那估计的概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各位第七章一开始的不偏估计式 那什么叫做不偏估计式 这个概念我们稍微厘清一下 如果有一个算式 那个算式呢,可以作为某个母体 它的数值的估计式 而且它的期望值就相当于 它的期望值就相当于那个母体的期望值 这样子就称为不偏估计式 我这里应该有点漏掉,来请看课本 有漏掉,所以请看课本 E of hat,这个是hat hat,hat,sita,等于sita,所以漏掉了那个等于sita 来,修改一下 E of hat,sita,等于sita 符合这个条件的就称为不偏估计式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怪怪的 那看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通常用均值来作为整个母体均值的 的就母体期望值的估计式 比如说我用平均值s bar,s bar就是第一个样本加第二个样本最后除以n 第一个样本加第二个样本一直加到第二个样本最后除以n 那个就是s bar 那s bar呢,我们通常用来作为这个母体期望值的估计式 也就是mu,作为mu的估计式 那s bar其实是一个mu的不偏估计式 为什么?因为s bar的期望值 s bar的这个值啊 它的期望值基本上就是mu 你如果去算s bar的期望值 你会发现它是 它就是mu 那因为这个很容易证明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七支二叶 七支二叶里面有证明 就是它把 因为s bar的定义就是n分之s1加s2加sn 这样子 那最后你 你把那些东西全部加起来除以n的结果 就是nmu除以nmu除以n 也就是mu 所以是一样 好,接下来呢 变异数我要怎么估计呢 那方法就是用样本变异数 你看我们的变异数定义Vars bar Vars啦,不是s bar Vars 它是n分之s2加 facts 它的标准差是根号n分之s2 sob 就是这个的开根号 那样本变异数叫s2 S平方的定义是N-1分之Si-S bar的平方 S bar就是它的平均数 Si就是每一个样本减掉那个平均数的平方 最后你展开之后会像这个样子 这里有个定理是说 S平方就是样本变异数是Sigma平方就是变异数的不偏估计式 那你就说它的意思就是E of S平方 E of S平方等于Sigma平方的意思 就是根据这个定义 所谓不偏估计式就是E of S平方等于Sigma平方 那这里我觉得各位可能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确定你了解不偏估计式是什么 那如果还不了解课本的7-2到7-3 你也稍微看一下7-2 7-3 7-4看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现在提出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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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